記不記得上期我講過 現在開始的塔天亂南星座運勢 有一些影片的遮蓋 就會用一些我平常在日常生活 看到的一些人事物 我覺得是頗有趣的 或者是有一些感覺的 就會放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一個比較個人的交流 這個是有一次我去一個甜品店 看到的菜單 大家看不看得到有什麼東西 特別支柱 一起去找兩點 我數五聲 不過也不用了 你喜歡沒自己拍的影片 慢慢看 如果你找到的話 不妨去留言說 看看你找到的兩點 是不是就是我找到的兩點 我覺得是挺搞笑的 好 玄歸正傳 現在去講 你們雙魚座 無論是上星或太陽雙魚座 在這個 伴隨著天秤座滿月 即是在農曆的三月中 到三月尾 你們的自身運勢會怎樣 其實挺好的 其實也不是很好 是真的很好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好是透過一種消極 一種消極的態度 一種消極的手法 而去達至這個很正面很樂觀的結果 所以其實這個心態 並不值得鼓勵 但是呢 最後出來的那個 事情的結局 有幾完美的 發生什麼事呢 好 看一下 剛剛這次是先天 你們看到這個 這個是雙魚 OK 然後先天的那個 天頂族 MC 就在你們身上 嘩 竟然發生什麼事呢 竟然同時是 天頂合相遇 在這個 天秤座滿月的這一刻 MC 族在18度 然後海王星 不是 天頂合相遇 說了 是天頂合海王 海合天頂 海王星在19度 相差一度之差 真的技術是一度 一度兩分 一個是31分 一個是33分 也是叫合的 OK 同時呢 這個值得注意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 你們自己的古典主星 木星 就落陷在魔傑座 又叫山羊座的25度 這個好像阿拉拜數目字4 這個 是你們的古典守護星 就是一個非常之差的位置 在25度 是的 但是同時呢 它就在3分 看到這條藍色 粗藍線嗎 對不起 不是3分 是6分 什麼叫6分呢 就是他們形成做一個 120度的 唉 神經病 OK 60度 為什麼不斷說錯話 是的 形成一個 六 喂 是嗎 60度 這個是6分上 形成一個 60度的 角度呢 就跟這個 水相如 哪個水星呢 就是這個好像 小凌晶有兩片鬚仔的那個 在25度 是的 OK 是25度 這個呢 都在25度 這次這個6分上 就是唔策唔陷陷陷的 OK 25度 十三分 哇 這簡直是一個完美的6分相 OK 但是完美之中是有不完美的 就是你們這個不對的態度 OK 因為很多人呢 如果我屬屬地簽證 都會覺得 啊6分是好東西 是不是 有這個 60度的相 但是其實呢 這裏的六分項是牽涉了一些衰星的 再看一次 水雙魚的 落陷的 木摩蠣 落陷的 他們是在這個很弱的時候 大家互相扶持 或者這樣說 互相放負 所以這條粗藍線 這條六十度之差的六分項的線 其實是兩顆星 水雙魚和木摩蠣在互相放負 但是出來的結果會挺好的 終於要說真實的故事 發生什麼事 你們過往太多的壓力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一個人近 自己一個人背負 所以會非常之辛苦 如果壓力很嚴重的話 是會令到你們自己有腰痠骨痛 肩頸薄緊的動作 肌肉骨 身體部位會出狀況 但是你們現在 索性是盆扁 殺手不理 用這種消極的不作為手法 索性是 什麼都不理 但是最後這樣 就真的會令到你們壓力全燒 令到你們的健康會回來 以及令到你們的心情會好 所以其實 是一個 不好的一個 道路 但是 會達至一個好的目的地 是挺有趣的 還有 原來 在某些日子 原來在某些日子 真的對你們是一個超級大吉日 無論你們是否趁這些吉日去盆扁 殺手不理一些事情 但是總之這些日子 原來對你們來說是挺好的 是有助你們去增加你們的能力 還有我想說這些日子 對於一般人來說 都是不喜歡的 是不好的 但是原來在今次這個 農曆三月 剩下的日子 對你們相遇了 上星或太陽相遇的朋友來說 這些日子 反而是好的 對於一般人不好 但是對你們好 那究竟是什麼日子呢 有兩部曲 第一 就是麻煩去Like這個帖 去點讚這個影片 還有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麻煩不要只給那個手指公 Thumb Up的Like 我想看到紅色的心心 因為紅色比較旺 我喜歡紅色的 就多過這個死人藍色的 這個死人藍色 明白就明白 所以不要純粹給一個Thumb Up 要紅色的心心 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在留言公開問我 也要明正言順 直接問 究竟是什麼日子 才對我們是好的呢 真的很有趣 對一般人來說 他們不喜歡的 但是對你們來說 是絕對一個非常好的能量 然後第三步 我就會去PM你們這些吉日的秘密